两名牧师来到惊人命院 要对一位拥有七种人格的女人精灵驱魔 但他们显然对形势估计不足 女人一招画骨棉长就把其中一名牧师给揍晕了 圣水十字架和驱魔经文对女人完全不起作用 女人大放厥词 骂人的脏话都不带重样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意大利驱魔揭秘 1989年的某一天 911接到报警电话 说在柳树大道174号发生了一起凶山案 警方赶到宣案现场 看到屋子里一片狼藉 现场一共发现了三名受害者的尸体 其中两名神父一名修女 警方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了解到这是一起因为驱魔而引发的凶山案 被恶魔附身的凶手玛利亚 在驱魔的过程中残忍的杀害了三名神职人员 转眼20年过去 玛利亚的女儿伊莎贝勒 也就是影片的女主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了 女主至今清晰的记得 在她6岁之前 她老妈玛利亚一切都很正常 对她也是疼爱有加 为了揭开老妈身上的秘密 女主决定拍一部纪录片 查出老妈当年杀人的真相 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 女主的老妈玛利亚的情况 应该属于多重人格障碍 目前已经在其身上发现了至少7种人格 玛利亚当年杀了人之后 最终因精神病犯罪 被关进了意大利罗马的一个精神病院里 这一关就是20年 女主曾联系过被杀牧师的教堂 但对方说从未允许过那些牧师进行驱魔活动 女主带着摄影师 首先来到了意大利罗马的驱魔学校 并旁听了一节生动的驱魔课程 根据老师的理论 有些人很可能会被多个恶魔附身 而这种情况有时候还会发生转移 也就是说恶魔会从一个人的身上 窜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不过有的时候 一些精神疾病看上去 跟被恶魔附身表现的很像 那么如何区分是精神病 还是被恶魔附身 则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 为了了解老妈的情况 女主下课之后请教了一些专业人士 并说出了自己老妈当年被恶魔附身 并杀了三名神职人员的事 虽然二十年过去了 但玛利亚的病情没有一点好 要说这恶魔也够执着的 没有亲年治养也没有师妹疲劳 就这么默默的陪着玛利亚 而且无怨无悔 据主治医生介绍 玛利亚非常的抵触宗教 只要是看到宗教信物 或者听到关于宗教的言论就会召唐 医生认为被恶魔附身那都是封建迷信 玛利亚就是得了精神病 只不过她的病情过于的复杂和严重吧 随后主治医生带着女主来到了病房 虽然母女俩很多年没见了 但玛利亚看到自己的女儿后 却没有丝毫的反应 因为她根本就不承认 女主是自己的女儿 并说女主不应该杀了自己的孩子 这是违背天意的 女主一听就梦圈了 因为她在四年前曾剁过胎 这件事她老妈玛利亚 是绝对不可能知道 两人说着说着 玛利亚就开始犯病了 完美的表现出了一个 精神病人该有的行为 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 女主请驱魔学校的两位牧师 小明和大壮观看了当时拍下的视频 希望他们能帮着分析一下 她老妈玛利亚的情况 牧师小明说 确定一个人是否被恶魔附身 有四个基本要素 第一必须有超出常人的力量 二是非常厌恶盛起 第三点是会说从没有接触过的语言 能猜到很多本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第四是能够用意念移动物体 从女主老妈的情况来看 这四条多多少少占了一点 为了让女主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恶魔附身 两位牧师带着女主来到了一户人间里 原来小明和大壮 一直在瞒着教会帮人去摸 这家被恶魔附身的是一个女人 两位牧师已经不止一次 为这个女人取摸了 但一直没有取得明显的疗小 女人体内的恶魔也是个驴脾气 非要跟小明和大壮拼个你死我活 一帮人来到地下时 看到女人已经被恶魔催踩得不成人样 大壮首先给女人来了一针鸡肉松吃剂 以防过一会儿控制不住局势 恶魔一看又是这俩家伙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于是把压箱底的本事全拿了出来 撸胳膊拐袖子就跟这两位牧师杠上 不过小明和大壮来之前是显然做足了功课 加上女主的帮忙 这次的取摸居然成功了 恶魔也是光棍不吃眼前亏 骂骂咧咧的离开了女人身体 亲眼目睹了两位牧师成功的替别人取摸 让女主的信心大增了 他希望小明和大壮能够到精神病院 为自己的老妈取摸 小明觉得可以试一试 但大壮明确表示了拒绝 因为女主的老妈到底是精神病 还是被恶魔赴了身 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而且这件事一旦被教会给知道了 他不仅会丢了工作 还有可能被捕 不过在女主和小明的道德绑架之下 大壮最后还是同意了 一帮人来到精神病院 谎称要给女主的老妈玛丽亚做一些检查 骗取了主治医生的信任 像女主老妈这样顽固的病人 精神病院其实早就放弃了 因为所有的药物和治疗手段 都已经不起作用 两位牧师还是老一套 先是给玛丽亚注射了身经济 然后尝试着跟玛丽亚沟通 刚开始玛丽亚显得非常的平静 所有的身体指标也全都正常 这跟其他被恶魔附身的人 表现完全不一样 这也让小明和大壮放松了警惕 但他们可不知道 玛丽亚身体里住着的那七个恶魔 正在商量怀主意 当他们的意见达成一致之后 一场上帝和魔鬼的较量 正式拉开了序幕 小明和大壮两位牧师 显然对形式估计不足 换句话来说就是轻敌了 什么圣水啊 驱魔镜门等等 一切手段通通不管用 虽然这次驱魔没有成功 但他们还是有收获的 至少向教会和医生 证明了恶魔是真实存在的 小明在分析玛丽亚音频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四种声音 这说明玛丽亚的体内 不只有一个恶魔 也就是理论上所说的 多重魔鬼附身 正说着呢 大壮突然开始流鼻血了 整个人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差 女主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老妈接回到美国 但教会和精神病院 并没有答应她的请求 转过天 大壮去教堂 为一个孩子做洗礼 刚开始仪式还挺正常的 但当大壮把孩子接过来之后 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 他就像着了魔似的 把孩子死死的跟在了水里 幸亏是旁边的人多 才没有酿成悲剧 大壮回家之后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再也不出来了 女主小明和摄影师 正在激烈争论的时候 楼上突然传来了异想 三个人来到大壮的房间 发现大壮已经被恶魔给附了身了 没错 正是玛丽亚体内的某个恶魔 窜到了大壮的身上 警察接到受洗孩子的父母 科学办案 而且手里有枪 心里根本就不慌 其中一名警察进屋之后 不到三秒钟 手枪就被大壮给抢走了 小明试图劝大壮犯下枪 但作为业内人士的大壮 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 他背了一段圣经之后 砰的一枪就把自己给毙了 大壮体内的恶魔一看形势不对 蹭的一下就窜到了女主的身上 女主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但医生拿女主根本就没办 被恶魔附身的女主 很快就干掉了一位护士 小明知道再这么下去 肯定还会出事 于是和摄影师一起 把女主搬到了车上 打算去让驱魔学校的老师 帮着想想办法 恶魔一看小明要去请高人 在搬道就开始作妖了 他先是利用女主 在车上折腾了一会儿 一看效果不是太好 于是蹭的一下 就窜到了开车的摄影师的身上 指挥着摄影师 一头就撞在了 对面驶来的汽车上 由于一点刹车没踩 这三位当场就挂掉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数唐诗压经吧 恶魔一生挺挫折 东躲西藏为狗活 上帝也不讲规矩 就会群欧美武德